今天台湾Masters的单元呢 我们访问到的是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的 组长李威力先生 威力你好 像毛巾产业呢 其实它真的是面临了 国际强大的压力 也唯有创新才能生存 才有竞争力 所以毛巾快速设计打样中心呢 为国内毛巾业者 提供了创新的产品新商机 最主要呢 是希望你们能够 与本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呢 能够做个结合 来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请您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今天产业呢 其实在我们湖围这个地区呢 它已经存在了非常久的历史 是 那其实我们在毛巾的产业辅导 我们主要会着重在 三大一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主要是在 素材应用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区块是在设计的一个 创意发想的一个方面 是 最后一个区块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 结合前面这两个区块 在我们里面 包括人力的一个培养 然后设计人才的一个培育 是 然后藉由这个部分呢 再来帮助我们产业 整个活化起来 那我知道其实你们也希望 能够多让年轻人 在这个量少量多上面 也是一种新的机会 而且还可以让消费者 自己创造他们的花样 拥有独一无二的毛巾 对 其实主持人讲就是 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 客制化的一个服务 是 小量化的生产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这边有自己的一个 设计的设备软体 然后在制造跟燃的部分 我们都有相关的 小量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备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提供厂商的服务 就是做一些客制化的一个订单 那因为在外面的厂商来讲 他们比较着重在效率 跟整体的一个量产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如果希望能在客制化订单 小量开发的部分放在我们这边做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可以解决他们生产上的一个困难 像我看到你身后的这个毛巾的打样 我觉得好特别哦 它的吸水性也非常的强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完全符合现年轻人的需求 所以这就是你们邀请新锐的设计师 他们设计的对不对 工业局的整个计划里面 它其实有我们有相对培养一个新锐的一个设计师 那主要就是希望能补足我们毛巾产业的一个设计能力 这个缺口 那其实主持人讲到这个产品呢 其实就我们新锐设计设计的 那一般我们看到的毛巾产品 它其实比较着重在一般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宿面的 对 或是一般可能浴巾 房巾这种造型 那其实我们希望说 应用我们造型的发想 搭配到我们原来毛巾的本身的吸水的 特性 是 其实可以让产品的整体的附加价值更为的提升 那厂商在这方面的产品 它其实可以更多元化 它不会只有在一般的一个家用的一个毛巾的产品 它其实可以用在一些衣着的上面 或修仙产品上面 像这就是一种传递温热的幸福的感觉 从制造到燃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支云馆 其实它都是为了服务业者 补足缺口以及提供小量产的服务 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呢 毛巾业者真的可以省下 不管是设计啦 开发资金 还有直接委托你们来做设计 加强整个企业阶段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提供给大家 像在辅导的厂商当中 有什么样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其实在支云馆这边呢 我们是其实有将我们各个合作过的一个厂商的一些开发的产品 都陈列在这边 藉由民众或是一些异业的客户 他来参观的时候 他其实看到相对型的一个产品 其实如果相对来讲可以跟他们结合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益是会更大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像说 像我们之前有扶到一家厂商 他做一个运动的一个毛巾 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 他其实做一些智慧型的纺织品 那其实他来这边 看到我们这些产品之后 他就看到有些毛巾厂设计的运动毛巾 刚好可以跟他的产品 做一个搭配性的行销 他觉得说这样子的效益 其实只会更凸显他产品的特色 那厂商这个东西也有加分的效果 那其实相对来讲 这个无意间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益 是 这样领主长 我真的很想去当场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们在真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来开发出更多的机能性 或功能性的产品 也要请李组长帮我介绍一下 OK 谢谢 像这一台其实它现在就是染色机 对 然后它其实布就在里面做一个 运转的一个动作 那染料的部分 是 布剂的部分我们就让它加进去 是 所以毛巾的话 它的颜色 它的吸水性 其实跟染症加工 很大的一个关系 是 对 那后面的部分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脱水跟破骨的工段 它其实就像洗衣服一样 洗完之后 有道理 对 我要把衣服脱水 脱水 脱水完之后 我要再进行 再进行一个 类似斩布的一个动作 再进行后段的一个红杆 天啊 那铺平需要多大的地方 才能铺平 它主要是将我们的出来的一个被染的物 它现在是一束的 是 那我们现在用斩布机把它展开之后 一束 然后就是斩布机 然后把它打开撑开让它 这样子到时候它在烘干的时候才会平整 没有亲眼看到 我还真的是不是那么了解说 原来毛巾的制造过程是这样子的 那像这一台呢 我觉得这一台看起来 哇 好有气势 对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提花的一个制造机 那我们 颜色好缤纷 我们这个就是运用我们提花的一个特色 搭配我们的一个色砂 协助厂商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一个产品 真的是让我上了一课 有的时候没有亲眼目睹 可能不知道说毛巾 自然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步骤 对 没错 OK 好 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 为我们做的介绍 也让我们大家更能了解 毛巾设计打赏中心 在为我们提供哪一些的服务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